她是西西里中美艳动人 前突后翘的游舞玛莲娜 即便本故事中人已中年 魅力却依旧不减当年 身材更是变得愈加丰满 活脱脱一个风韵游存的丽人 现在只需99欧元 就能与女神度过浪漫一夜 你愿意挑战一把吗 30岁至今单身的摩尔可望一世 恰好今天中了400万欧元大奖 于是她走入红灯区的酒吧 宁照女郎莫妮卡立即上前搭讪 99欧元给你一个难忘的夜晚 摩尔则说出自己中奖一事 莫妮卡一听顿时眼冒马内 摩尔随即提出10万欧元包养她一个月 条件是做好一个妻子所需做的一切 面对如此丰厚的报酬 心动的莫妮卡满口答应 同时也不忘与摩尔约法三章 不能因她是妓女 就粗鲁对待 可以随意触碰身体 但一定要保持温柔 两人达成一致后 一起去莫妮卡家收拾行李 结果摩尔因太过激动 双脚一软摔倒在了楼梯上 莫妮卡见状请来了医生 屋里 医生救治着摩尔 原来 摩尔天生心脏不好 不能受太大刺激 更不能尝试激烈运动 莫妮卡收拾完衣物 和摩尔一起回了家 她履行起像妻子一样的条件 一进门就进入女主人的状态 自然地躺在沙发上 脱下貂皮大衣 露出傲人身材 接着一步步挑逗丈夫摩尔的情绪 心仰难耐的摩尔站起身来 毅然决定挑战自己的软肋 身为映照女郎的莫妮卡心领神会 主动退去一件件衣物 摩尔打了三十年来首场扑克 第二天 莫妮卡早早起床 如同嫌弃一样 为莫妮卡准备好了早餐 莫妮因昨晚加油次数过多 扶着腰吃完了早餐 临上班前 莫妮卡又送出福利 一个又一个相吻 不料刺激太过强烈 出门后就双腿一软 顺着楼梯滑了下去 莫妮卡听到动静立即冲了出来 费了好些力气 把莫尔拖回了家 莫尔则联系医生 让他过来看看 医生到来后 莫妮卡已换上性感的红色旗袍 如此美色 医生不由地蹬直了双眼 吞了吞口水 医生开始为莫尔检查身体 出于朋友的善意 让莫尔远离莫妮卡 这样一个游物在身边晃悠 心脏迟早会受不了而爆炸 可莫尔不为所动 于是 医生只好从莫妮卡下手 莫妮卡坦然交代自己妓女的身份 医生劝他离开莫尔 双手却不受控地摸向莫妮卡 幸好莫尔及时出现阻止 莫妮卡也化身受惊的小鸟 眼含热泪的承诺 自己会尽心伺候好莫尔 不会让他再受到伤害 莫尔立即心软留下了他 第二天 两人来到海边 像一对恩爱夫妻一样 在沙滩上嬉戏打闹 突然天空下起了大雨 两人躲回车里打起了扑克 说来也是奇怪 双人运动似乎有奇效 莫尔身体静变得愈发硬朗 心脏也不再有问题 医生此前不建议吃的生蚝 现在想吃就吃 这天深夜 莫尔打来电话 等到医生赶到他家 才知这次身体出问题的 是莫妮卡 为了方便检查 莫妮卡直接退去上衣 医生一转头 诱人美色映入眼帘 结果因刺激过大血压飙升 直接摔倒在地 可他没有莫尔幸运 就这样领了便当 两人面色沉重地参加完葬礼 回到家的莫尔 依旧十分悲伤 作为妻子的莫妮卡 退去衣服 用温柔安慰莫尔受伤的心 果然效果拔裙 第二天 莫尔坐在办公室里 回味起 昨晚刺激的美食 莫尔不自觉地嘴角上扬 这让同事们无比惊讶 毕竟莫尔和他们一样 平日里都是不苟言笑 今天却一反常态 他们将莫尔团团围住 一遍遍询问 终于一切因家里多了一个女人 好奇的众人 一致要求亲眼见见 莫尔无奈 只能带他们回了家 可莫尼卡却凭空消失 连一件女性衣物也没留下 莫尔失婚落魄地坐下 好心的女同事提议 留下陪她 莫尔却表示 想一个人静静 晚上 莫尔为了寻找莫尼卡 再次来到红灯区的那家酒吧 可莫尼卡并不在这里 失落之际 年轻漂亮的女孩上前搭讪 再听到老板娘说 莫尔中了百万大奖后 变得愈发热情 希望得到丰厚的报酬 莫尔用没带钱推托 女孩立即拉起她往外走 准备去莫尔家运动赚钱 这时莫尼卡从酒吧追出 大声呼喊着莫尔的名字 莫尔立即停下脚步返回酒吧 质问莫尼卡为何不告而别 莫尼卡迟迟没有回答 一旁的女孩再次自我推销 表示自己年轻漂亮 比年老色衰的莫尼卡强多了 未免被抢生意 莫尼卡撒了所有的钱 表明自己真心爱着莫尔 而不是她的钱 最终莫尔还是选择了莫尼卡 回到家 莫尔坦白了一切 百万大奖根本不存在 得知被骗 莫尼卡十分难过 可想起这一个月来 与莫尔度过的幸福时光 她发现自己早已爱上对方 她最终接受了一切 和莫尔走到了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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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人们实际上